主席 上台 我想問一下之前 證古入品是上星期二的事 你事後也說過 除非有禁制令 否則你也不會改變議程 其實這次你改變的決定 是不是打倒昨日的我呢 你同不同意這次你的裁決 是滲入了政治因素 建制派說製造樓會的威脅之下 你就改變了決定 第二就是面臨非建制派 很可能都會對你這裏裁決 有強烈的反彈 甚至可能會有不上任動議 那會不會說 在他們的要求之下 會考慮下台 我想幾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在我10月18日的裁定 是早上的裁定 之後是有甚麼變化呢 我剛才也說了是有不同的變化 第一件事就是 政府做了法庭的申請 法庭是接納了的 也是安排在3日、4日 去寧訊 去審這件事的 這是第一個作出的重要事情 第二件事就是 建制派在19日 全部離開議事廳 令議會不能夠繼續運作 所以這兩件事 亦都是看到 是有一個 18日和19日的一個變化的 其實 我剛才也說了 在基本法和議事規則 我的責任是要令到議會 繼續暢順去運作 為市民去做事的 所以我平衡了這幾點的利益 我覺得是把兩位議員的宣誓、監誓 押後到法庭有結果 是比較適合的做法 當然 你說是否政治的因素 立法會是一個政治的地方 如果我不能夠開會繼續運作 這個是對整體都有影響 所以我決定就是 將兩位押後的宣誓 直到法庭有判決為止 主席 主席TVB張教授 想問一下其實兩位議員 現在還是一個有合資格的議員 但是你現在就說要等到法院判了之後 才被他們宣誓 這宗官司可能是數以月計 可能在說幾個月這兩位議員 未能夠進行表決和開會 算不算是剝奪他們議員的權利 第二個問題就是 你有沒有拿過任何獨立的法律意見 澤兆堂給你的意見又是怎樣的呢 他是支持你這樣做 還是反對你這樣做 我想兩件事 法庭也說了在下個月3日去開審 這是九天的時間 法庭也是為何安排這麼近的時間 也知道是有迫切性的 我希望很短期內就可以去做完這件事 但是這個是法庭的決定 我也不是在給壓力去法庭 所以在現階段 在今天來去做這個決定 我覺得是適合的 這個是適合的 這個是適合的 我們澤兆堂給了一個意見 我們還問了大狀我們的意見 就是我行使我的權力 在基本法第72 括弧2那條 我是不是有這樣的權力 答案是 我是有這樣的權力去做的 外面的資深大狀也是這樣說 我們立法會的法律顧問也是這樣說的 東方日報 我想問一下 東方日報 我想問一下 這次都是因為建制派 可能逼供 或者策動流會 你自己都說 所以你就會作出這個決定 那是否日後建制派 有甚麼建議的時候 他都透過流會這件事 就可以左右主席的決定呢 另外就是想問一下 其實你自己推翻自己的決定 是有甚麼感覺 你是否覺得被人威脅 或者有沒有這些情況發生呢 我第一件事 就是我不覺得被人威脅的 事實上 你會看到以前 張略成主席都給我一個錦囊 做主席是一個很孤單的位置 是做一些很痛苦的決定 但是我做的決定是基於基本法和議事規則去做的 所以任何時間 如果要做這些困難的決定 只要拿著一個這樣的宗旨是容易的 其實你會看到做的決定當然是困難 幸好我又不是只是鄉全香港 是可以明白我的處境 還有三位前主席在這裡 分別是在報章 這個禮拜都講了很多事情 當然我會留意他講的話 但是我的決定 都是要基於基本法和議事規則去做的 麻煩你現在 想問一下 剛才你又說到 主席你說11月3日會再開庭 但是如果萬一一個結果 是其中一方要提出上訴的 那可能就是數二月計的時間 那是否到時又繼續要等 所有的官司上訴庭都有裁決之後 才再被他們宣誓呢 那第二條問題想問一下 剛才也有其他記者問過 如果日後再有一些法例 或者一些議程 其中一方可能建制派是反對的 他們又用不惜一切的方法去留會 來抗議 那是否主席你又會再一次用 同樣的方法去調動議程 另外第三條問題想問一下 就是剛才你說 是因為不想令議會的運作不暢順 所以作出這個決定 但是現在是因為建制派不開會 而導致議會的運作不暢順 為什麼主席你不是去批評這些不開會的建制派 而是反而去做一些決定去配合他們呢 麻煩你 我想任何製造留會 我想一般的議員 主席都會出來說是遺憾的 我覺得說這次的事件是一個很特別的事件 是前所未有的事件 亦都使得社會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那我的做法是這次是一個很獨特的事件 大家去看就是用了基本法 議事規則和議會的運作等等去做 所以這個是困難的決定 也都要平衡兩位議員的權利 也都應有另一位議員的權益 大家去做一個平衡去處理的 當然這個是不容易的決定 也都不是說有逼供的我就會跪下 而是事實上是真的看這件事件的獨特性 以前是沒有的 也都沒有一些參考的做法 但是跌到下來那裡的 那我也要幾困難的決定 我也要做的 做這個決定也是跟著 剛才說了是基本法和議事規則去處理的 清理日報 是清理日報的 想問回主席 就是今次不讓他們兩個 就是清淨那兩位宣誓 那劉小麗是否都可以繼續宣誓呢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就是現在建制派就說會 就是劉會 策動劉會 那如果泛民到時可能都會做一些 可能搶公主席台 這些都是可能令到議會不可以運行的 那到時你又怎樣去處理呢 我想現在的安排 劉小麗議員是可以安排到去宣誓的 那當然就是 議會的運作是需要靠整體70個議員的 如果有部分議員是不想去唱順運作的 做主席其實都是無奈的 那當然我們可以勸喻議員大家回去正軌 但是每個議員都是要向自己的選民去交代 他們做的事就要向他的選民去負責 也都向七百萬市民去負責 謝謝 会否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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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hink the situation now is unprecedented I mean we have members who was elected who were elected but then sort of you know doing the oath taking not taking the whole business seriously and using words that is not acceptable by a large amount of Hong Kong citizen and using you know even foul language nowhere in the world would you know a legislator or elected would do such a thing so this is a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unprecedented and I hopefully surely hopefully it's not going to be there forever for people to take weapons so there's something that you have to go back to the source without that you know a legislator not taking oath seriously I don't have to make a decision like that 想問回主席 剛才你說的議事規則第十九條 即是給你一個權利可以決定那個議程 但其實那句後面也寫明 是要按照議事規則第十八條規定的次序去鋪排這個議程 那當中十八條其實說明 第一樣就是要安排那個宣誓 那其實想問回主席為何會有這個安排 另外就是明天你剛才說 不會為那清正兩個議員監禧 那他們是不是連會議廳明天都不能夠進入 他們有沒有權按照議事規則第十八條 決會議呢 舉手即場要求宣誓 第一樣東西就是 你說的就是十九一 其實我是用基本法 第七十二條 他會議 議程就是我決定的 所以就是 不是用十九一或者十八去決定 那當我是決定了不雕合議程那裏 那他們是不可以宣誓的 而因為他是沒有在那個議事規則第一條做了之後 所以他是不能進去議事規則 所以他們都沒有那個權力即場舉手 沒有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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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you're concerned that you risk the independence of LegCo by allowing the judiciary to take this decision which normally would be an internal LegCo affair, so it's the independence question. Secondly, what about the other lawmakers-elect who were allowed to retake their oaths? How do their oaths stand now? Because similarly they didn't seem to take their oaths seriously and I'm wondering about the case of Lao Tzu Lai. And then finally I wanted to ask you, in the case of a walkout where there's no quorum, why do you need to have a quorum when you are going through the oath-taking? Becaus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oath-taking, when the first lawmaker is sworn in, there is no quorum because you don't have any legislators who are sworn in, so why do you need that quorum in that case? And then finally I'd like to ask you, have you had communications about your decision with one, the government and two, the liaison office? I think first of all, any normal seating of the LegCo need to have a quorum. The first meeting is not a normal seating of LegCo, so therefore does not need to reply a quorum. but any other seatings when I preside or my deputies preside would need a quorum. So without a quorum, no business can get through. Although my wishful thinking is that we don't need a quorum, therefore the filibustering happened last year will not happen. So that is an answer to one of your questions. The other questions? The independence? The independence? The independence? Oh, okay. Because right now the argument in court is not government versus LegCo, it is really in the Cap 11, whether the two members already fell into the Rule 21 of Cap 11. and unfortunately, you know, even the president of LegCo, we are not an enforcement agency. Therefore we cannot enforce whether the member fell into 21. So it's something that, you know, it's not government against LegCo, but it's something that the court need to clarify, whether, you know, the two members already disqualified themselves by refusing to take the oath. And then the situation of the other lawmakers who were allowed to take the oath? The other two lawmakers, because I have a rule that although the oath were invalid, but if they write to me, I would allow them to retake the oath. in некоторые words. As one of the verses, The mogęez toВО. All right, let's have an argument. The first question is that the queues in this groups all over the years, in 跟政府的官員或者是中聯辦的官員 其實討論過這件事 他們有沒有給你任何的建議 第二就是剛才你也說 等到11月3、4日審訊完結後才給他們 其實是否說假設政府輸了的司法覆核 就是袁永廷輸了 你就會立刻給兩個議員宣誓 如果政府贏了 你會不會立刻採取宣誓及聲明條例 第21條宣佈取消他們的資格 麻煩你 這幾天我沒有跟政府或者中聯辦的官員聯絡 我集中跟我們立法會的同事 法律顧問去看看我們有甚麼選擇可以做 所以這幾天我們很勤力在這裡工作 我想傳媒界也看到我 整天困住在我的房間 一出就你們會追著的 所以是沒有的 我們都是很辛苦 我們那些同事都很辛苦去做 昨天都做到整個10點1點鐘 今早一早回來又再做 都是要看看我們有甚麼權衡 有甚麼可以做 有甚麼不能做 如何做到平衡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這幾天 是這樣的做的事的方式 那決定之後會怎樣 審點贏的事 我想很希望 當然我不是給壓力的法庭 法庭有一個快點的判決 一個清楚的判決 我們可以看到法庭的判決 而是可以做回下一步 主席你好 明武 楊康琦 都想問會不會擔心 因為如果不押後這次的宣誓 就會引來中央的釋法 或者是推出一些白皮書去解釋這件事 另外都想請問如果其中一方 是會繼續提出上訴的話 是否一定要等到上訴的結果 可能剔幾個月的時間之後 才會再容許有關的議員去宣誓呢 麻煩你 第一件事 中央或者其他怎樣做 我是不會理會的 因為我只是拿著基本法 管我立法會 以及我議事規則去做的 那究竟法庭可不可以有一個清晰的判決呢 那我希望法庭 如果能夠盡快 都是給一個清晰的判決 讓我做一個主席的決定 都可以容易一些 不要一直拉得太長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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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再追問一下 如果以後建制派 因為某些事 而不滿意一件事 就離場令到留會的話 其實再有這些事的話 你會怎樣做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其實你覺得這次的決定 會不會令到 可能跟非建制派那邊的關係 更加緊張 還有會不會都覺得 這次的決定是變相剝削了 就是那兩位議員宣誓的權利 謝謝 我想 議事規則是清晰的 不能夠說 議員每次都說 我走開了 其實不開會 他第一件事 剛才說了 他要幫他的選民交代 如果你是建制派的 也要跟政府交代 你經常不開會 政府有很多法案 有很多撥款來 他要怎樣處理呢 當然我希望 不希望發展到這裡 我上任的時候 我都說了 我希望跟69位議員 一起去談 有哪些可以做 有哪些可以快一點 大家都知道 立法會是為七百萬市民的工作 不是為了在七十個議員在這裡 在一個房裡面大家鬥爭的 當然 這次是一個很特別的事件 是沒有人處理過的 我也希望 處理完這個事件 跟非建制派的 我也是盡力去跟他們坐下 希望立法會能夠正常運作 正如 在上個星期尾 他們說 非建制派約我 禮拜一見的 我立即說好 我要見你 這個處事的 雖然大家 看法未必同 但是我想是大家多一些溝通 都是對整體立法會的運作 是有利的 那是怎麼剝斷了他們的宣誓 算不算 我都算是剝斷了他們的宣誓 我想這個是一個痛苦的平衡 我要開會 繼續開會 因為整個議會停頓到 直到法庭有判決 另外還有劉小麗議員在 是不是 這些平衡取捨 痛苦的 但是 很不幸我是唯一可以做這個決定的 我也要勇敢一點去作出一個決定 我已經明白這個決定 不會每個人拍手的 也是一樣有人罵我 有人稱讚我 有人罵我 但是 怎麼痛苦的 我是唯一一個人可以做這個決定 所以我又做了這個決定 最後 請問我 現在你轉軌了 你接下來司法覆核那個案 你還會怎樣爭辯 是不是還會站在那兩位議員那一邊 另外就是剛才你看過這幾天 沒有找過 沒有跟中聯辦接觸過 其實由他們宣誓第一次之後 有沒有用任何途徑方式去跟中聯辦接觸 第一件事 我不認為是轉軌的 只是一個不同的時間 作出一個不同的決定而已 這個決定是 剛才說是痛苦的 但是必要做這個決定 如果不做這個決定 將會令到議會是完全停頓的 我作為立法會主席 我就是關心立法會的事務 其他的政府官員去接觸我 去說一些不影響我的 我是接受的 但是都沒有的 已經中聯辦 我沒有跟中聯辦的官員碰面 沒有 我都沒有見他 怎麼會進去呢 你都沒有通訊電話 電話我沒有跟他們通訊 但是剛才說JR0K4 是否還會進入完結局的案件 不同的 因為上一次 第一天那個 就是有一個禁制令的 OK 是禁制我的決定 所以我那時候的一個決定 就是要反對這個禁制 因為我做了一個決定 現在跟著下個星期 我是要 星期五和星期六 我會見這個 和我的法律顧問談完 然後再跟資深大狀談 就決定我們的策略 好嗎 OK 謝謝